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明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1月25号 最近这些天,俄罗斯乌克兰边界的局势 愈发紧张起来,大有一触挤发之势 美国和英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 已经开始撤离了,这无疑传递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 至于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 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着手清空了 另外,美国和英国还向乌克兰紧急空运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同时,美国还授权波罗的海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 在向乌克兰大量提供军事物资的同时 美国总统和多位政要一再表示 如果乌克兰遭到侵略,美国和北约不会袖手旁观 而且美国还在组建对付俄罗斯的统一战线 已经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国制定了一项联合战略 一旦俄罗斯发动入侵 各国将采取措施重创俄罗斯经济 更能体现美国为防防俄国军事入侵乌克兰 做好准备的一个标志,就是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已经部署到了地中海 有报道说,北约已经下令部队待命 并向东欧地区增派战舰和战斗机 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 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 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一直在相互指责对方 在边境地区部署重兵 意图挑起战事 俄罗斯宣称,乌克兰在东部集结了 该国近半数的军队 大约有12万5千人 计划攻击俄罗斯支持的 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区域 而乌克兰也宣布 超过9万名俄国士兵 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共有40个营级战斗群 拥有1200辆坦克 近3000辆步兵战车 美国和乌克兰的领导人 都公开表示 俄国可能会对乌克兰发起攻击 就在近日 乌克兰的一位中将 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俄罗斯可能会在今年2月20号 入侵乌克兰 这一天 是让乌克兰感到忧郁的日子 2月20号 这正是北京冬奥会结束的日子 这意味着俄国可能入侵行动 与中共存在着关联 或者说 中共当局可能会以某种形式 进入这场战争 中共的因素的存在 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 1月22号 彭国社曾经报道说 最近俄中两国元首进行了通话 在通话中 习近平表示 希望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和中共当局都已经否定了这篇报道 说这个消息不属实 但是 普京和习近平最近有过通话 这想必是一个事实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他们一定会相互勾结的 此前 俄国和中共当局已经宣布 普京将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并和习近平举行会谈 对于已经两年多没有和外国领导人直接会面的习近平来说 这次会谈显然非同小可 普京来北京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 固然是为了表示对习近平当局的支持 但是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当面进行商谈 对习近平和普京的这次会谈绝对不可轻视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在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之前 俄国不大可能对乌克兰开战 他们会面之后 战争的风险无疑会大大增加 不难想象 如果俄国和乌克兰开战 不仅对欧洲和美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对中共当局更是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个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心的问题就是 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同时 习近平是否会趁火打劫 在台海也发起军事行动 武力占领台湾 如果真是这个样子 局势将会非常的严峻 美国将在两个战略方向上 同时受到牵制 2014年 普京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已经让美国非常的难堪 如果俄国这一次攻占了乌克兰 美国将无法承担这样的失败 那等于在同一个地方犯下了两次错误 美国就真的太没面子了 所以这一次 美国在俄国对乌克兰的威胁上 反映的格外的敏感 并全力进行防范 可是 如果在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同时 习近平在台湾动武牵制美国 那么这无形中 增加了俄国打败乌克兰的机会 同样 如果俄国对乌克兰开战 势必会极大的分散美军的军力 这无疑给习近平对台湾动武 也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 自然不必多说 中共动武 美国没有选择 这意味着 美国不仅需要同时应对两场战争 而且这两个对手 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进一步来说 如果俄国和中共同时开战 这就等于 他们实际上结成了军事同盟 他们军事合作的深度 肯定会加强 这当然是中共当局 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最近这些年 中共当局一再宣称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两国战略合作不设禁区 这明显的是在威胁国际社会 中共和俄国有可能形成军事同盟 中共当局这样说 或许有狐假虎威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 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在去年的六月末 多维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习近平普京有关于台海的秘密协议吗 这篇文章说台海一旦发生冲突 中国能否动员俄罗斯支援吗 从俄罗斯积极向中国战略靠拢 从俄罗斯积极通中国进行军事协调来看 普京非常清楚中国对俄罗斯的诉求 中俄没有讨论过台海局势是难以想象的 俄罗斯不会不清楚自己对中国的价值 中国也十分清楚俄罗斯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风险的情况下 普京仍然愿意站队中国 说明俄罗斯寄希望于未来有角色 脱威的这个判断 明显的是过于乐观了 中共当局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来牵制美国和日本 这是人们都能想象到的事情 至于俄国是否会真的在未来的冲突中 公开站在中共一边却是另一回事 但是如果普京急于拿下乌克兰 那这个事态将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俄国更需要中共当局的支持和合作 只是在美国非常急切的表示 俄国将会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同时 俄国却一再否认他们将会入侵乌克兰 可同时俄国又再强调 一旦乌克兰挑衅 俄罗斯不会排除出兵的可能性 问题是2014年俄国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之后再次采取行动 纵容乌克兰境内的以俄罗斯人为主的顿巴斯地区独立 肢解乌克兰 俄罗斯的这些恶劣表现已经让外界无法再继续相信他们 乌克兰更是不可能相信俄国 关键是俄国已经在边界地区集结了重兵 这不能让外界感到怀疑和担心 不想打仗 在边界地区集结那么多军队要干什么 在国际社会 普遍怀疑俄国可能对乌克兰入侵的同时 俄国也指责乌克兰的军队准备对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发动袭击 夺回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 再者 俄国接这次危机 要求北约承诺不在东阔 以及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 普京特别要求要得到北约可靠的法律保证 否则欧洲可能会重回军事对抗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则公开表示 理解俄国的忧郁 完全支持俄国的立场 俄国目前不利的国际环境 完全是普京一手造成的 普京已经多次通过各种手段 扩大俄国的版图 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 普京有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意愿 一个星期之前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普京对乌克兰说 要么从了我 要么去死 这篇文章说 因为乌克兰及其首都基辅 很久以前曾经在俄罗斯的历史上 扮演过重要角色 因为乌克兰在苏联鼎盛时期 成为了它的屏障和粮仓 也因为至今还有大约八百万俄罗斯裔 生活在总人口四千三百万的乌克兰 普京再宣称 统一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它的使命 这篇文章还说 普京之所以加速对乌克兰的施压 是因为他知道 这个国家乌克兰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学校正在放弃教授俄语 俄罗斯电视节目也被逐出了媒体空间 普京知道 十年后乌克兰的年轻人将不再说俄语 也会对俄罗斯文化失去认同 普京心想 在乌克兰军队更强大 训练和装备都变得更好之前 也趁着欧洲和美国因新冠疫情陷入混乱 没有心思打仗之际 或许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 通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想象 普京对乌克兰的野心 普京并不想接受乌克兰已经独立这个事实 更重要的是 如果普京真的决定入侵乌克兰 首要的原因就是 他这么做能够增加 他在俄罗斯继续掌权的机会 这对他来说始终都是最重要的 同样 并吞台湾 也是习近平看作是他 巩固他在中国统治的关键 也是确立他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 面对中共的独裁统治 台湾已经越走越远 台湾人绝对不会愿意接受中共的统治 并且台湾的民主制度 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习近平对此不能不感到焦虑 对于习近平来说 武力平存台湾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 一旦对台湾动武 势必要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乃至战争 如果俄国能够采取军事行动 牵制美国和日本 那将极大的有利于习近平对台湾的占领 显然 对于美国来说 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防止习近平当局在俄乌战争期间挑起台海战争 美国显然已经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最近这一段时间 美国在中国周边汇集了强大的海空力量 就在前天还罕见的出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和三艘准航母举行军事演习 警告习近平当局的意味非常的明显 未来这一段时间 形势非常的诡异 也许世界可以获得暂时的平静 也许会面临一场战争 可以想象 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 那一定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 甚至可能会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再见